当三个小的办理十一的行程已经有三年的时间 为了要让核心持续来核心 今天最后有一个学校的博力师 专业到比较班的核心 利用各式的食材 打造土耳末子的米披萨 全部可定的孩子都算了很高兴 披萨的话其实在操作上面是比较容易的 然后小朋友也很喜欢的一个食物 那我们透过在地的 就是因为我们在推广米食 那用明古粉来代替面粉 然后我们在配料上面我们会选择很多的蔬菜 那我们会让孩子在学披萨 制作披萨的过程里面 也学到一些均衡饮食的一个重要性 披萨也是目前最稀释的一个饮食 我们若能够用50%的米古粉来取代的话 我相信对于我们提高我们国人食用米粉 我们的米古粉的那个比例就会高很多 那这个也会让孩子更健康 而且可以也体验到做披萨的一个快乐 当三国小的校长有曹青伟基础 虽然100多年度的阶约已经结束 但是还好同样结束办理相关的课程 今天要去米披萨的体验 这方面方形的了解米也重要 另外这方面也是带100多年度 是米行的阶约来做准米 透过这样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活动转变成课程 融入到明年的10米学院的计划内 那也让孩子在 我们透过这种PDCA规划设计执行之后 我们知道说这个课程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那孩子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透过这样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让孩子明年度在体验课程的时候 能够更加的准确 校长进一步标识 今天的所有的披萨 是用50%的红来米粉出带米粉 并且又合到在地的食材 更健康也更符合吃在地的精神 未来好好地继续运用各方的资源 将十倍的教育团成继续下去 南天新闻为第一档三 彩虹报道